-好的,在這個6月15號的星期一 來到HitFan聯播王 我是公投DJ阿關 為什麼改名了呢? 因為今天是一群特別的人 我要變成公投的身份 歡迎我這群全新上購的工人們 -嗨,你們好 -哈囉,我是板魔公佩佩 -AKA周慧 -佩佩 -嗨,阿關妳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是動力火車 -我們是那個啦 -水泥工 -不是不是,看門的那個 -警衛 -今天為什麼說你們是這個做工的人 因為這一部戲在這個之前已經圓滿的播映完畢 -伴隨這個討論熱潮 -喔,元生代也是很強的 -他們很紅了,我們也要紅啊 -是不是,我們就是跟著連帶一起 -跟著做工的人 -因為這個元生代是我們華語公司製作的 -所以裡面就有我們很多的這個歌手們 -像周慧啊,動力火車 -KarenCC啊 -我們公司的藝人都有唱 -全部的人都一起打進來就說 -對對對,大合作這樣 -不過聽說這個華語對於這一張做工的人 -原生代是信心十足耶 -我有看你們那個Linda姐接受訪問說 -喔,戲劇跟音樂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棒的香辰校歌 -是,對 -她對於華語旗下的歌手表現都有信心 -大姐大哥都來宣傳了,你看 -大姐 -大姐在哪裡 -不不不,你很好 -而且我講錯是老姐 -大姐 -中度都是老妹 -老妹沒有比較好聽好嗎 -你咧 -重來重來氣死我 -應該是大妹好不好 -妹子 -是嘛 -至少比我們小了那麼多 -嫩妹 -好啦好啦 -現在你來不及補了啦 -是嗎 -妹子妹子別生氣啊 -你都是很正的 -好啦 -為什麼說很正是因為周慧這次除了現身之外 -她有現身 -有 -在戲劇裡面齁 -整個人聊下去 -真的 -然後佩佩 -可能她真的最辛苦的一個呢 -又要唱歌 -又要演 -角色好難演喔 -她自己來演也很難 -是嗎 -都沒有台詞啊 -沒有台詞才好啊 -只是沒有想到沒有台詞竟然要唱歌 -沒有台詞是最難演 -真的耶,那她就要靠動作 -對,要用心理 -我本來想說才兩場戲 -又沒有台詞 -這也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所以我就秒答就說 -喔好啊 -就去了之後 -對 -因為我那時候根本就不知道我要演什麼 -我只知道說 -喔我要演一個女工 -然後沒有台詞 -就是一個 -客串 -客串 -客串OK嘛 -才兩場戲 -還想說我客班出身耶 -我學戲的耶 -喔是喔 -你是學 -對對我是師父 -妳應該看不出來 -有喔 -翻揮啦 -她用眼神演戲 -她用身體在演戲 -有啦 -我覺得自己看完之後覺得 -欸OK耶 -很像表現還不錯耶 -我覺得第二集的時候 -我一直在看你胸前那邊 -不过是你本來要更露 -喔 -欸真的真的 -真的不是 -我好拿服內行的齁 -但是那件衣服拉不下來 -少了很多百分點的那個收拾 -沒有我覺得戲劇族他們真的衣服沒有準備好 -那個是臨時導演加息 -喔臨時加息那沒辦法 -對然後那件衣服就是 -它最低也只能低到那個 -喔沒辦法再開深V對不對 -對應該剪開 -剪喔對 -這劇族都沒有辦法剪啊 -氣死我 -少了很多鏡頭 -要不然會在那裡定很久 -所以 -會導演會說 -欸再來一次喔 -啊再來一次 -都很期待那一幕挺久一點 -就是恨說 -怎麼劇主沒有一刀剪下去這樣子 -欸不過說真的啦 -你看那個那一幕就很吸睛 -即便沒有台服 -我都還倒回去看好多服 -是有那麼好看嗎 -是要確認是誰的 -我就是蹲下來剪個東西嗎 -欸那個是裡面最新出現的卡丘 -手腳很俐落的百合工配配 -也是周慧 -對然後你不只 -有啦你後來有唱歌啦 -對到第五集的時候我有出現 -然後唱歌 -當然我覺得這一次很有趣就是因為 -客串這個角色其實一開始 -本來我就是被設定唱這首歌 -對 -然後是因為導演劇組他們覺得說 -欸要從演員裡頭找一個會唱歌 -現場能唱的 -好像 -他突然間想不到人權 -想到人權 -對所以才來情商我去客串這場戲 -好像是製作人就是一個一句不敬意說 -那要不要讓周慧來客串一下 -那都在教你沒事幹 -欸沒有去年還沒有疫情 -我們也是去年拍的 -對對對 -誤會大了是不是 -誤會誤會 -所以我覺得說雖然第二集跟第五集 -可以找得到這個配配周慧的身影 -會不會覺得太少啦 -反正出事提升OK啦 -過乾硬 -過乾硬 -這已經不太多啦 -我覺得這次兩場戲OK了 -下次再挑戰四場戲這樣 -循序漸進就好 -慢慢來 -然後要加台詞啦 -一定要加台詞 -看有沒有第二季 -第二季佩佩再復活就好了 -我覺得第二季不只佩佩要出現 -第二季也可以加一些新的角色啊 -我也覺得 -因為他其實有蠻多段 -蠻多章節 -我們哥說勢力掉下來怎麼辦 -我們角色是佩佩的前男友是不是 -佩佩的會打人的那個丈夫啊 -喔會打人的丈夫 -那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是很好演 -因為他們兩個太和睦了 -看起來就是慈眉善目啊 -會不會真的有點想演 -自己想演 -亂想 -沒有啦沒有啦 -我不敢演 -還是唱歌好啦 -是喔 -可是我看你們在臉書上面 -都有幫做工的人預告 -你們都有去工地拍那個啊 -倒數三天 -倒數五天 -這個都是公司逼我們 -被逼了 -如果大家想找的話 -可以去他們臉書專業看啊 -我覺得偶爾有兩位工頭 -非常的活靈活現耶 -趁機 -很適合 -還有穿背心在那個工程上 -乍看之下還不知道是我嗎 -真的 -真的 -以為是 -完美融合 -完美融合 -以為真的找一些靈眼來 -在那邊比個二跟三跟五這樣子 -欸 -不過說真的啦 -因為這個原聲帶已經在這個6月12號 -已經正式的上架了 -對 -然後呢你沒有收入這個 -剛剛提到過是華顏旗下很多歌手 -精彩的唱作 -大不了請你們這個稍微介紹一下 -你們在這原聲帶裡面所負責的歌曲部分 -因為我覺得每首歌都好有故事喔 -我覺得可以先從他們開始 -因為他們兩個負責是主角 -兄弟的部分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算兄弟嘛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那當然這個戲劇裡面呢 -他也有這個兄弟 -那一個哥哥一個 -當然是哥哥跟弟弟 -那他們有一個很深的感情 -然後他們在工地裡面 -其實他們在... -好先笑完 -他們一個兄弟是主角跟妹妹 -那個哥哥演哥哥啦 -然後弟弟也弟弟 -兄有弟公兄有弟公 -對對對 -然後因為呢是兄弟的關係 -所以導演就邀請我們唱 -當然是比較符合啦 -然後這個歌詞上面也是 -這個兄弟跟兄弟之間 -要離別的那個狀態 -的那個心情 -所以是有一些帶有一些感傷 -又帶有一點點 -我不能太感傷 -然後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們來 -我們的歌曲的 -這個負責的部分就在這裡 -所以是不捨當中帶一點正念 -對 -笑中又帶累 -對不能說 -很難度喔 -有一點難度 -真的有難度 -因為那個導演跟我們講說 -這首歌喔 -要唱得很難過 -但是要有一點點希望 -是 -就是怎樣 -你是 -你來唱嘛 -對不對 -導演你要 -你來唱 -你來唱 -不好唱 -真的蠻辛苦 -我們第一次唱的時候 -製作人就說 -你唱得太哭腔太多了 -太傷心太悲了 -然後大概唱了三十次不同的版本 -這個可以 -因為還給那個導演聽一下 -覺得這個情緒對不對 -然後覺得好像 -這個太感傷了 -不行不行 -稍微瘦一點 -然後就稍微 -所以就 -其實我們這個版本就是 -大概是第四次第五次 -有一點點是 -就是有一點點是 -在哭當中 -有一些些 -笑容這樣子 -絕望當中 -又看進一點希望 -真的有一點 -而且我覺得 -我們應該算是第一次 -先看那個戲 -然後就 -就是導演給我們說 -我們大概是在什麼時候 -會出現那個音樂 -先給我們一個片段 -是在哪一個 -對 -所以我們就看柯初演 -跟那個誰 -李明順 -他們叫對手 -對手 -然後哇真的好 -很感動 -哇賽 -所以第一次唱的時候 -就唱的太難過了 -太悲心了 -之後我說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那麼傷心 -快快快快一點 -想一點開心的事情 -對 -對 -因為你們那個歌出現說 -是真的是 -全劇最高潮啊 -真的 -超級整個大內崩的時候 -高潮就要結束了 -對不對 -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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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 -我們現在就是晚上 -白天內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是片尾 -這個整個戲劇要結束了 -大結局的時候 -還是我們的俏妞會講話 -我給你氣死了 -高潮就要結束了 -那個請新聞請廣建處C -不要關注我們 -NCC不要關注我們 -我們是正常健康的檢定 -會嗶嗶嗎 -會嗶嗶嗎 -會嗶嗶 -直接畫面馬賽克 -所以大家可以聽聽看 -因為動力火車這首歌 -詮釋的不容易 -永遠不在 -就是在絕望中 -又有一點希望 -希望 -兩兄弟的歌 -兩兄弟的歌 -哭中帶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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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相見 -看見灰色地帶 -真的很難耶 -很難啊 -但是真的很有feel -尤其搭配畫面來服用 -喔這個哭都很難啊 -所以剛剛是這個 -永遠不在的兄弟請問 -但是有人有solo了 -喔solo啊 -忘記自己有solo -喔有有有 -這個嗎 -前頭高後空間跳舞的那個solo嗎 -沒有 -這首歌呢 -是比我們這個 -永遠不在先例的 -然後那個製作人 -老闆就說 -欸這首歌比較適合我一個人唱 -所以我才有機會 -對 -對 -因為前面很低啊 -對如果 -以為是郭金發這樣 -很低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的peach容易不準 -對 -然後呢 -你會沒有情緒 -因為很低嘛 -聲音矯情出不來 -對 -那就會有時候很顧那個peach的時候 -沒有情緒 -那你顧情緒的時候 -音又不準 -好難喔 -所以我大概有聽了 -現在不是電腦都可以tune嗎 -喂 -不要這樣 -我們是動力火車 -動力火車 -十一派歌手 -十一派歌手 -十一派歌手不搞這一首歌 -動力火車也是可以做這樣 -既然有科技 -既然有這個科技幹嘛不用它 -科技照顧人群 -有一句唱好了 -我們就一直copy -反覆貼就好啦 -這個歌呢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是唱他的原品 -他原品好低喔 -前面就是 -幾乎沒有情緒 -就是在找一個 -哇 -唱得好辛苦 -但是副歌唱得很輕鬆 -因為沒有很高 -前面低後面高 -所以那我們就找到一個 -後來又生了一個key -對 -再給他再生了大概兩個key -但是又太高了 -前面唱得很輕鬆 -兩個八度耶 -但是後面的 -後面就已經在 -基本上這首歌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歌曲 -頂天立地 -對 -所以作曲人是誰 -他們抓出來 -讚美他一下 -我讚美他一下 -他應該是在很 -很無聊的時候在唱 -很無聊 -因為他前面 -你聽他的demo就是 -感覺就是 -他在抽裡面 -這是兩首歌拼在一起的 -輕鬆的狀態 -輕鬆他就 -那種感覺 -好像喝醉了 -然後就很 -他的demo就是這樣 -真的真的 -然後聽說 -這個可以唱嗎 -第一次聽的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也是唱得滿新的 -但是我覺得好聽 -我也覺得很有感情耶 -這個挑戰讓我覺得很成功 -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旋律 -因為那個智琳的這個唱唱 -這一次在裡面有得到一個驗證 -所以 -老爸的詩發了一個音樂 -但是 -我有一個有趣的事 -有一個有趣的事 -他因為這首歌還沒開始錄的時候 -我又在家裡練 -我又有一個說 -老爸的詩 -這是老爸的詩 -為什麼他聽到沒有老爸的詩 -老爸的詩 -是爹地詩 -因為音樂是唱歌 -不是要唸 -這是老爸的詩 -他就說 -為什麼老爸 -為什麼我只叫老爸的詩 -我說不是啦 -是老爸的詩 -老爸的肝 -你這首歌選適合那個便秘藥 -真的耶 -來試來配搭一下 -因為就看到了什麼跑出來 -老爸的詩 -不是這是一首很美的歌 -老爸的詩 -會嗎 -一點都不美 -什麼樣子 嫉妒是不是 秋心 -怎麼這樣子呢 -他還在氣碎 -他現在是老媽的 -老媽的 -老媽的 -乾 -老媽的心 -超時超時 -我們這一段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從永遠不在到老爸的詩 -然後又要來值得被詩 -老爸的詩值得被珍惜 -老爸的詩值得被珍惜 -怎麼這樣子呢 -他鬆起來變化石 -永遠不再有老爸的詩 -然後值得被珍惜 -是的 -請不要忘記我們是一個最有質感的 -而且是一個普通 -不好意思 -要來破壞你們的店 -普及的節目 -純真的時段 -這裡是Hilifan的魔王 -我是公投DJ -旁邊是一群可愛的 -哈囉 -大家好 -動力火車 -還有周慧 -是的 -節目上一段提到是這個 -在做工的人原聲帶裡面呢 -動力火車所獻唱的永遠不在 -是 -還有老爸的詩 -都特別強調 -到了這一段麻煩周慧來介紹一下你的歌 -老媽的內心 -要被逼逼的啦 -明明就是值得被珍惜 -老媽的內心值得被珍惜 -你很煩 -好煩喔你們 -轉一下名律 -有氣質 -安靜 -我的臉頰 -讓你介紹一下 -好啦這首歌其實我覺得就是出道那麼久 平常以往也曾經唱過儀式的作品 -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被要求過 -怎麼樣要求 -把他擠出來 -沒有其實我聽周慧的這個歌 -其實我沒聽過他唱這麼低的 -真的 -他音都他比較高一點 -對比較高 -這首歌他唱起來 -沒有也是很少聽到他唱這麼中度的 -中音的部分 -因為我如果Key越高 -我的甜度就會越濃 -但是佩佩這個角色 -他基本上是苦澀的人 -半糖就好 -沒有要去糖 -去糖跟去冰 -要把那個茶的苦澀味激出來 -哇塞好會解釋喔 -你看人家果然就是文青啦 -真的真的真的 -是這樣說的 -沒有糖啊但是會回甘 -其實跟你們接收到的訊息是一樣 -就是說當你人生這麼苦澀 -可是你還是要給他一點希望 -我也有要求啦 -是不是一樣嘛 -我覺得這整齣戲其實就是要給我們 -這整齣戲就是這樣 -給我們一個正面的感覺 -就是說人生當中你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在這裡頭 -有得到一些什麼樣的教訓 -可以可以沒關係 -聽得懂 -聽得懂 -學習到些什麼 -然後讓自己再進化這樣子 -是喔那周衛在配唱過程 -像動力火車一樣嗎 -要卡一下被導演叮一下說 -那個歌太感覺不對喔 -我真的是出道這麼久 -第一次被嫌棄我唱歌太甜美 -甜美突然變錯的事情耶 -怎麼會這樣 -唱到懷疑人生的啦 -真的懷疑人生 -我突然間瞬間不知道怎麼唱 -怎麼會這樣子 -聽的時候不太像你的聲音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怎麼少了一個那種甜美的 -我跟你講因為最原始 -我們是升了 -應該是說原key是 -比現在你聽到的版本再高 -升兩個權音 -所以我是降了兩個權音下來唱 -然後就像你說的 -萬一你再降下去你已經沒有聲音 -所以真的是我史上定key -定最低的一首 -史上 -還是史下 -史的下面 -沒有沒有沒有是指的 -誰在請不要聽到嘘的這個發音 -就是自己做聯想好不好 -所以是周輝的 -聽一唱史上 -最值得挑戰度最高的一首歌啦 -其實每一首歌真的都有它的故事啦 -每一首歌都非常難唱 -難唱真的是這樣 -不容易啊 -不容易 -要有一首歌出現 -別人的人手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剛剛提到過後 -很不容易唱 -我們要不要來現場面唱 -有一點點在演戲對不對 -對 -因為那可能不是我們的想像 -那是導演告訴我們 -對 -口吻也不一樣 -要有這樣的角度切入 -你說我們要唱是不是 -是不是要不要來一下 -當然不行 -可以啦 -可以啦 -直接收工是不是 -各位聽不懂路了 -可以可以 -收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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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那麼快收工啦 -還沒還沒唱 -還剛上工了 -唱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是誰要先來 -他現在正在播這首 -我就先唱好了 -周慧率先表示他 -我先來 -大家可以注意聽聽聽聽 -你是要唱那個嗎 -《史上》 -所以我們是要你們是要播卡 -還是要那個請師兄幫你 -我不會卡啦 -我卡啦 -對我溫柔又貼心 -好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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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貼心 -我會想說直接給他退出來了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我們要在旁邊配一點旁白 -這樣可以 -配配來啦 -噗以噗以來了 -可以啊 -我們是實力派 -什麼都嘛可以 -開玩笑 -直接錄出來 -幹嘛讓他們都都錄出來啊 -隨便切出來 -CD切出來 -我們實力派 -從實力派等下轉到實力派 -好好好 -我都忘記我剛剛講什麼的啦 -被他們這樣帶到我都忘記了 -喔來來來先唱先唱 -好 -然後我剛剛就說 -欸剛剛周慧要唱值得被珍惜 -我剛剛這首唱一句好像是這樣講 -對然後再播這首歌嘛 -所以我先唱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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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就讓這個周慧先來唱這首新歌 -值得被珍惜 -這不是周慧唱的 -這是佩佩唱的 -佩佩 -我完全是用劇中人的角度 -佩佩 -被老公家暴的佩佩 -佩佩加油 -白天轉啊轉從沒聽過 -為了生活忙碌奔波 -夜裡 煩啊煩無法睡去 -把夢靜靜摟在懷中 -理智 對我說人別妄想 -命裡沒有就是沒有 -於是 越來越怕就這樣 -孤單到最後 別稱讚我夠力氣 -扛得起那只是人民而已 -脆弱時候多想有一雙手撐住我 -不讓我 墜落谷底 -沒奢望天上掉下來給我什麼好運 -只求能夠有個人對我溫柔又貼心 -證明我原來也值得被人珍惜 -謝謝 -佩佩 -佩佩你看 佩佩即便被家暴 -還可以唱得這麼好聽 -真的在享受 -人生當中要有盼望啊 -所以各位這就是給大家 -絕望當中還是看盡希望的一首歌 -來配配周慧的新生之餘費珍惜 -好聽好聽 -很好戲輕手的CD耶 -真的太好吃了 -啊旁邊我剛剛看到那個 -喔智琳跟秋心嘛 -聽得如痴如醉齁 -對對對 -他們有閉上眼嗎 -有有有我有看到 -有閉上眼 -睡著了 -沒有不是睡著 -他們在看眼皮的內側 -哇塞這個是什麼 -有時候呢 -這個聽得如好精確 -有時候你閉起眼睛 -比較容易專注 -只要不睡著就好 -一直在按著 -一直在掐自己的服口 -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但剛剛真的很好聽啊 -真的好聽啊 -我跟妳講現場是不一樣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 -其實現在科技很發達 -有時候電腦 -你要怎麼修都可以 -但是妳要唱現場 -那就騙不了了 -那我覺得剛剛周慧唱的 -太甜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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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指證了是不是 -你吃什麼糖啊 -唱人家喔 -沒有唱得很甜 -甜現在是不對的 -對 -他已經減糖了耶 -對啊他沒有他都去糖 -他都去糖了啊 -沒有沒有他 -他本身那個茶色那個 -都有甘甜 -所以沒辦法 -你叫他去糖也沒辦法 -去不了啦 -就回甘啦回甘 -就是一個甜情的感覺 -射中帶又甜 -對對對 -所以你們接下來 -所以接下來 -鬥蜜火車 -你壓力大囉 -來吧 -音樂越大越好 -所以你們唱新歌 -剛剛很兄弟型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唱這首歌 -這首歌叫永遠不在 -來吧 -來吧 -後來才明白 -我對你有多依賴 -只憑我自己 -一定撐不到現在 -我遇到的難關 -你中抱在你身上 -好想忘了誰 -更多才多難 -早已習慣你給我的心愛 -只要你在天就打不下來 -忘了原來 -你也會離開 -現在才知道你是我能夠不放棄的原因 -我和你說好永遠不再讓彼此擔心 -現在才知道你是我活得不孤單的原因 -沒有你會贏我的快樂和傷心 -何必快樂傷心 -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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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過喔 -哎呦喂啊 -真的這個做工的人那個第六集播出的時候 -這很多人就淚崩 -真的是淚崩 -因為你就覺得哭到不行啊 -戲劇真的演得不錯 -我覺得 -編曲 -不 -那叫什麼 -編劇不錯 -演員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能夠把這部戲演得 -讓人家非常非常心疼 -對 -就是前半段大家會覺得笑著說 -看這些所謂的奏剛的人 -他們在笑人物在做夢的那種過程 -跟著歡笑 -怎麼會被騙呢 -就會覺得 -然後在後半段劇情一轉折就會覺得 -不敢 -其實我們生活中常常都會有這樣的事情 -大家怎麼樣去面對 -怎麼樣用正面而不是背面 -怎麼用正面的想法 -那側面可以嗎 -側面稍微少了一點 -側面也是身材看起來凹凸有刺 -我們喜歡 -又被催了說要進廣告 -好啦 -剛剛這個現場的兩首精彩的歌曲是 -好好聽喔 -值得被珍惜跟這個永遠不在 -好聽在這個余音繞樑的情緒當中 -我們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下面還有更多的挑戰給你們 -做工的人等下繼續回來聊天 -不錯喔 -那你們中間靠近期間有見面嗎 -沒有 -你當時沒有嗎 -我們有啊 -當然有啊 -因為我們要出去玩啊 -你們要錄音嗎 -也沒有啊 -我們出去玩啊 -我們一起運動啊 -尾牙的時候啊 -尾牙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一起啊 -我們都會去吃飯啦 -你說開始 -你們去吃飯 -對 -在哪裡吃飯 -群聚餒 -你說我們啊 -我們會一起吃飯啊 -爬山啊 -打球啊 -做運動 -小朋友 -他們小朋友會想念我啊 -關在一起 -會說我要見那個秋心 -真的啦 -我沒有騙你啦 -是喔 -有指定要見面是不是 -天啊 -我們自己爬山上不要 -他說要秋心叔叔 -還有哪一個叔叔 -還有誰 -就是他們喜歡很熱鬧 -一起去 -就覺得只有我們 -小女生或子弟 -一家四口就覺得很無趣 -要跟老爸跟老媽出去 -對對對 -所以你是被指定伴遊的啦 -很有行情喔 -指定伴遊 -指定專業伴遊 -一個小時 -讓我擦一下眼淚 -剛剛太感倫了 -因為那個兄弟情有沒有 -阿清跟阿祺的兄弟情 -還有看到動力火車的兄弟情 -很感動啊 -歡迎我們這個今天做工的人 -原生代的獻唱重要的歌手們 -回到現場 -大家好 -大家好 -所以上一段這個兩首歌 -真的不得不佩服 -就是那個詩仁城的詞 -還有楊子樸的曲 -對 -感動人耶 -所以詩大哥真的很會用文字 -來勾勒一些情感 -當然啦 -寫詞的人總是有他一套啦 -只是這首歌也是讓我們等很久 -因為他每次都 -大概等了兩三個禮拜 -因為他每次都說快寫好了 -但是要進錄音師前幾個小時 -那個公司就打來說 -不好意思今天要取消 -因為詩仁城的歌詞還沒 -還在修是不是 -就不好寫了 -其實大家都一樣 -不好唱 -但是前面也不好寫 -對對對 -都一樣 -因為當劇還沒有到那邊的時候 -你很難去想像 -就像佩佩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我的嘴沒有對上 -因為後來我的詞也改過 -所以再也不可能對上 -那這個也很特別 -真的好特別 -這個也會被撩包喔 -有很多網友就有留言說 -為什麼周慧明明在唱歌 -可是嘴巴都對不上這席 -因為詞改過了 -因為在演的時候跟後面都一樣 -可是我只能說 -其實我們是希望未整出詞更好 -因為如果那個詞沒有寫到點到位的時候 -可能也沒有辦法這麼打動人心 -琢磨啦 -一再的琢磨啦 -所以我剛剛很認真在看那個 -你們前面那個動力火車在唱那個 -永遠不在的時候 -你們剛才都沒有忘詞齁 -沒有我們有看詞 -我們有詞在前面 -對 -這個 -有大操啦 -我剛才想說 -你們不是很擅長即興創作 -我們沒有創作 -我們都是啦啦啦蓋過去 -所以真的是不簡單喔 -因為出道這麼多年 -周慧是要20年 -今年邁入21年 -喔21了 -然後火車是要 -19 -22吧 -你們不是有六年嗎 -不止 -你們九年快25了啦 -對快了快了 -對啊 -所以這個對你們而言 -唱歌應該現在已經跟呼吸一樣了吧 -也不是這樣講嘛 -也不是這樣講嗎 -不能這麼驕傲 -還是有難度啦 -還是有點困難 -所以你們每一次拿到一首新歌 -都會在家裡面自己先練很多次 -稍微一定要練 -熟悉一下 -有時候那個 -像有時候那個歌詞是臨時的 -我們就沒辦法在家裡練了 -那只能在錄音室稍微熟悉一下 -所以說還是在開始 -旋律一定要熟悉 -因為你在裡面唱的時候 -製作人會要求你做什麼 -當你旋律不熟的時候 -你又要唱到他的那個要求 -太難了 -突然間有個好奇 -因為你們是兩個人 -那你們各自在家裡做功課的時候 -有沒有那種曾經你做的功課 -跟他做的功課 -都在一起根本搭不上 -有沒有 -沒有 -他們兄弟從小 -這個有默契 -沒有我們通常就是 -製作人會叫我們一個人唱一遍 -完了之後的遍 -我們就討論說 -再跳到句子 -在討論說 -這句子誰要唱 -比較適合唱的 -對 -然後我們回去就練我們 -被分配到那裡 -然後到時候 -在錄音室開始錄的時候 -可能就製作人的提議 -你要說 -我的情緒是這樣 -那修行的情緒怎麼樣 -要跟著 -要跟著 -所以我們比較麻煩是 -一直進進出出 -對 -就是 -我一直進進出出 -怎麼了 -怎麼感覺又歪歪的 -進進出 -我覺得 -你要說進去錄音室 -又出來錄音室 -要講完整的句子 -沒有啦 -是你可能只唱兩句 -他就要出來了 -他就要出來 -然後換我進去唱 -因為 -他不能把完整的歌 -先唱完 -然後再換我唱 -那個情緒會兜不起來 -所以我覺得志玲哥 -不要再現場 -再歪歪了 -是不是我很正直 -我又沒有再說什麼 -所以你們一首歌 -也是兄弟們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果然是兄弟 -這樣很難錄音 -對很難 -就是兩個人要互相配合 -這個歌的意境 -可能比方說秋心的那個 -他的情緒 -情緒很好 -就是要照他這種 -那我要跟著他 -我們不能跳著唱 -對 -我不能說下下一句是我唱 -所以我先錄 -不行 -一定要順下來 -順下來錄 -A段是他唱 -B段我一定要進去 -然後先聽一下他怎麼唱的 -然後再 -才會一氣喝酒的感覺 -不可以跳著唱 -對 -可以說什麼對用簡的這樣子 -是非常樸實的方法 -非常簡單的方法 -但是是最困難的 -最紮實的方法 -紮實的唱 -我們唱的都是蹲馬步 -紮實的 -真的 -所以說真的你們一起幫這個做工的人 -原生在一起走通靠 -有扭轉對彼此的印象嗎 -其實我們之前本來就有工作經驗 -我們還一起去加拿大 -我們常常在表演的活動當中碰面 -可是會這麼歪嗎 -是蠻歪的 -大家就這樣 -謝謝他也工作那麼辛苦 -很開心 -我覺得真的沒行聲 -對 -我覺得動力火車真的很有趣 -他們私下真的超有梗的 -又被花圈圈了 -又被花圈圈了 -我就催促你們趕快唱歌的意思 -因為今天你們人難得來了 -也開得差不多了 -開了 -開了大概五指了 -用力一點 -用力一點 -所以可以繼續唱了嗎 -可以 -上一段是聽你們唱做工的人原生在裡面的新歌 -那這一段是不是唱一點經典的歌 -有人在敲環點唱啊 -經典的話 -有歌什麼準備 -有有有 -我們先唱這首那個 -我們好久沒有做唱片之後 -隔四年還是五年 -發行的一張專輯 -裡面的一首歌叫 -我回來了 -歌名不叫我回來了 -她說艾琳娜 -艾琳娜 -我還想到奇怪有這種歌嗎 -我剛剛也在想奇怪 -但是她的意思就是說 -艾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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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琳娜就是我們的一些歌名朋友 -艾琳娜我們回來了 -艾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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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过的潇洒 踏上了这条路 我踩着轻快的步伐 那漫天的晚霞 绕红了天之涯 思念像一杯烈酒 不断的伤疤 热血满墙 迷香 返想到未知的远方 每一次再回头望 回家的路有更长 玩流浪 闯荡 可从来都无曾遗忘 哪个让我找死 不想美丽的姑娘 艾琳娜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可知我心 可知我心 我情话 艾琳娜 我回来了 你的心是我的家 L O B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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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艾琳娜 艾琳娜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可知我心 可知我心 多情话 艾琳娜 艾琳娜 我回来了 你的心是我的家 艾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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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白兵請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對這首歌我很喜歡 我覺得那個諧音是瓷作的很巧妙 艾琳娜是女生的名字 可是又是艾琳娜 雙乖女的心意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很久沒有發片了 都沒有跟大家見面 所以公司就需要一個像類似這樣的歌詞 讓大家知道說我們回來了 但是結果呢 怎樣 後來我有一個親人的小朋友 就唱成這樣來 怎樣 1 2 3 4 流浪的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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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我怎麼知道 他以為我們唱 流浪的滴滴 就是L O V E 流浪的滴滴 我剛剛是不是又想歪了 什麼流浪的滴滴 滴滴不會流浪啦 我一直跟在身邊 對 我們還是要想到我們是個優質的 普及的節目 請大家不要想歪非非 不要歪流 所以剛剛這個謝謝東林火車的愛琳娜 是 非常好聽 也期待呢這個接下來可以在更多的這個演唱的場合啊 聽到這首經典的歌 好 那 問我嗎 你要挑戰一下嗎 你準備好了嗎 我可以啊 這位行走的CD 你要挑戰流浪的妹妹嗎 哈哈哈 哈哈哈 沒有 你們剛剛 流浪的弟弟都流浪的妹妹 你們剛剛也是唱了一首歌算是給歌迷 對 然後也是跟愛有關 所以我就選了一首跟你們 有點呼應的 叫做愛的路上有什麼女士 所以在我上一張專輯 經典呈現 郝養會會嗎 所以我們要等下 要一起跟著 可以啊 如果你要幫我辦圖嗎 好啊 等一下跳起來 但編曲我再聽一下 編曲 好 來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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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相逢 歡迎你愛的路上 與我同行 陪著我渡過兩城美景 迎著微風 輕輕的對我說出你的感情 就這樣打動我的心靈 Yeah 張著你的大眼睛 一直都看不聽一見 這種情 我們走上著愛的旅程 與我同行 你應該覺得心裡輕輕鬆鬆 祝福著我們一路順風 接著你的天 說謊 enrich 快醒來 潘們 跛五 I remember 睁著你的大眼睛 一直都看不停一見 就中情 我們走向著愛的旅程 與我同行 你應該覺得心裡輕輕鬆鬆 祝福著我們一步順逢 與我同行 你應該覺得心裡輕輕鬆鬆 祝福著我們一路順逢 好嗨喔 好棒喔 經典歌就是有經典歌的魅力 真的耶 經典歌永遠不會退流行 真的 剛剛這兩首歌都是感染力十足啦 對啊 咦咦又要進廣告了 我不要我不要 好不能叛逆不能叛逆 等一下再回來啦 下巴有東西 他的痘痘貼 我還在發育 青春玉米粒 我們等一下要指針這一條 剛剛有聽眾在說什麼 智琳下巴有東西 好的非常開心的時光 回到了活力DJ時段 我很久沒有訪問歌手 是訪問一整個小時的 浴法不能啊 都是訪問三個小時 沒有 我都是訪問大概三天 好累喔 不過今天感覺真的很開心 因為可以跟這個動力火車 還有跟周慧慧兒一起聊天 感覺很愉悅耶 我覺得上一段讓我聽的 覺得魚音繞樑 我是覺得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我們大家都被壓抑了 一來這邊大家爆發了 我也覺得 像瘋子一樣 很久沒有跟那個 一直被綁起來 然後放出去 像潑漿的野蠻 我很久沒有跟藝人一起關在房間裡 又在綁什麼 大家都各自的樣子 綁內製 都可以綁 綁內製都可以綁 綁了一個禮拜 他自己就會掉下來 我們要收一下 剛剛因為那個很熱情的感覺 然後熱情 是不是 所以要再來一首嗎 熱情 熱情的話就熱情囉 今天志裡哥帶了一把新吉他 我們來用一下 哇塞 藍色的起色 這一把貴不貴啊 很貴 很貴 他的還好 他的還好都是十萬以上 所以要熱情一下囉 好可以 OK 我的熱情 好想一把火 燃燒著整個沙漠 太陽見了我 也會躲著我 他也會把握著把愛情的火 沙漠有了我 永遠不寂寞 開滿了青春的花朵 我在高盛場 你在青山河 好醉在沙漠裡的小愛河 你給我小雨點 滋潤我是我 我給你小微風 吹開你花朵 愛情裡小花朵 屬於你和我 我們倆的愛情 就像熱情的沙漠 我的熱情 好想一把火 燃燒著整個沙漠 太陽見了我 也會躲著我 他也會把握著把愛情的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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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2 3 3 3 我剛剛也有貢獻 有耶 全場大合唱的感覺 啊 很用力 啊 不要太用力 會流血 內置會出來 我的那個 威爾你今天 你在那邊嗶嗶 秋星是怎麼了 他真的被放出來 有特別High 脫江的野馬 脫江的野馬 你真的是很久沒有看到人了 所以今天是感覺特別的開心 不過呢 今天真的很感謝你們來這邊帶來新歌 也帶來一些經典歌 還有合作的單曲 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聊一下 你們接下來啦 2020也有一些新動態對不對 沒事幹 沒事幹 沒有沒有 有有有 希望大家再開始生活步調 放輕鬆了嘛 我們最近都在錄音 錄新歌曲 我相信周慧也有啦 對對對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疫情的期間 趕快準備 因為看不到人就是 努力的生出一些新的 所以我們都有在錄新的歌 那我們也錄了三四首歌 其中一首就是我們這個永遠不在 會收在新專輯裡面 我們是很希望在年底可以發 希望 還有半年耶 對 應該做得完吧 盡量 中間少打幾場高爾夫 不要這樣說 那個是我們的生活一部分 努力努力 所以那個現在已經唱完的歌 方向怎麼樣 好聽 方向喔 當然是以好聽為主啦 我們盡量唱好聽 隨便唱都好聽 對啊想要難聽也不容易 對啊 故意拔上很雷這樣子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來聊周慧 周慧 期待年底 周慧你呢 我基本上希望可以比師兄他們早一點 我希望暑假過後就可以發片 搶先一步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我在他們之後發片壓力很大 不會啦 不會啦 大家互相互相啦 不要這樣 綁起來就好 還在發片 有壓力就會漲 有壓力就會漲 了解 就是把壓力釋放出來 對 暑假先發啦 是 那我到周慧好像那個 暑假有個演唱會喔 在魏武雲嗎 這麼好 9月18號在高雄 魏武雲是我以前 我們以前的那個中心耶 中心耶 是喔 所以我在那裡當兵 對對對 而且是唱回我們的家鄉 你是老 老 那你是變藝文中心 不是老兵來的 說錯 以前的中心 現在的國家藝文中心 對 會有一場小型的音樂會 然後也會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去呈現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Full Band 那這一次我們就是會比較回歸到小型的編織 我們只有三個樂手 要看我們唱整場 又很不容易 玩出什麼花音 我跟你講越簡單越難 真的是這樣 只剩下一個聲音是最難的 真的很困難喔 真的耶 因為只剩聲音跟樂器 像我們為什麼要那麼多樂器 我們就希望我們的聲音被淹沒 唱錯了 唱不好的地方 不要變成焦點就這樣 對 唱不好的地方就被蓋住了 只剩下三個樂器 所以原來動力火車大鞭師是用心良苦 然後我們現在還恍人大悟耶 我們是預算不夠 只能帶三個 不要這樣說啦 對 所以周圍的這個演唱會是在9月18 對 8點鐘在衛舞營 然後呢是6月12號跟6月15號 會進行階段性的賣票啦 沒錯 所以呢應該已經賣光了啦 希望期待幾次 幾萬人啊 沒有 好像現場只有幾百人 哈哈哈哈 咬眼睛比較小型一點 對 對 那不管怎麼樣呢就是 希望這個你們的2020年 我們大家的2020年都能夠越來越好啦 是 所以節目的最後呢 喔還有活動是不是 喔來活動 活動 什麼活動 什麼 喔有講有講 講啦講啦 一開始有講 講了啦 好最後再Bush一把啦 再補一下 好再補一下 好再補一下 我們那個做工的人實體的CD 已經正式發行了 數位也全面都上架了 請大家多多支持喔 所以呢今天很感謝這個幾位 做工的工人朋友 哈哈哈 謝謝動力火車 謝謝 謝謝 謝謝志琳 感謝周慧 感謝周慧 我們就要一起 下工啦 下工的人 拜拜 拜拜